接着要请民众发挥功德心 圆山厢公所把圆山公园环山步道 委托给民间管理 不过最近发现山上有许多 可以作为盆栽造景 价值不便宜的七里乡被挖走 破坏了原本用心维护的植栽 而警方提醒民众 乱挖有可能犯了侵占罪 要特别注意 圆山公园山坡树种与整体景观维护 都有热心民众自愿服务 不过最近却发现山区自然生长的七里乡 被挖开连根拔走 这比较小的它就没有拿 它都拿大的 一片山它是失窃的蛮多的是不是 它陆陆细细会被拿走 就最近因为最近 一下子就被偷走了六颗 感觉到事情就事态很严重了 才说希望大家不要再来拿了 以前有这样过吗 以前有 但是它陆陆细细的拿 就是没有说一次就拿六颗这样 七里乡可用来做盆栽造景 或作为雕刻艺术品 树形漂亮的话价值更高 想要收藏运用 但请不要私占公所管辖的树 一月就差不多十公分以上 如果树形漂亮就有人喜欢了 十公分 十公分 直径 直径十公分 就有人喜欢了 而且树种 如果它树形漂亮的话 它越漂亮越贵 如果说很漂亮的话 十公分的话 它形状的很漂亮的话 几十万都有可能 对此警方正了解七里乡遭挖状况 另外县府农业处说 为取得土地管理单位同意而善挖树木 恐触犯了窃盗罪 银行记者黄竹汉怎么不到